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是中国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裸模 他是西汉广川慧王的妃子 但是在当时 他的这种裸模行为 不仅没有被别人接受 反而给自己带来了极其惨烈的杀身之后 那么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危机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古代第一女裸模》 受宠遭度 赵信是汉景帝的曾孙 刘去的王后 她以生性残忍 和手段毒辣温命于世 暂时作文 古代毒妇排行榜第一名 虽说皇宫内各位妃嫔竞争激烈 难免有流血牺牲 但却从来没有见过 为了争宠而如此狠辣的女人 汉景帝继位后 将自己的儿子刘岳策封为广川王 后来刘岳犯了法被剥夺了爵尾 随即他的孙子刘去便承袭了广川王一旨 作为王位继承人 刘去从小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 但即使他通读诸子百家的文学经典 拥有一些才华 但依然不能使他成长为一位翩翩君子 他年少的时候 就已经将暴力和贪虐的天性展露无遗 那时他经常就及一些市井无赖 去盗掘古墓 所到的陪葬品被他悉数变卖 然后拿去挥霍一空 按理说 他是王爷 根本不愁吃穿 为何要去盗古墓呢 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他变态的猎奇心理 除了这种特殊的癖好之外 刘去还特别的好色 后来他认识了招信之后 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知己一般 因为两人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都是阴险狠毒的典范 招信是个嫉妒心很重的人 初到王府的他 其实并未得到刘去的重视 毕竟王府内美女如云 他即使国色天香 也会被淹没 当时 刘去特别宠幸两个机械 叫王昭平和王帝鱼 招信就嫉妒他们 一次 刘去身染重病 招信终于找到可以亲近他的机会 当时 招信日夜守护在刘去的身边 帮他熬药 并嘱咐他喝下 经过招信无微不至的照顾 刘去的病也开始好了起来 随后 刘去对招信非常感激 后来就开始宠幸他 招信虽然得到了宠爱 但依然觉得 王昭平和王帝鱼两人是绊脚石 于是他想尽办法地除掉他们 一次 王帝鱼在与刘去嬉戏打闹的途中 衣袖里不小心掉落了一个小武器 原来 这王帝鱼和王昭平两人见到招信受宠 也想将他除掉 他们的计划就是 随身携带小武器 拿到机会就干掉招信 不得不说呀 这种方法真的很蠢 这样一来 反而将自己的小命搭了进去 后宫出了这样的事 让刘去心有余悸 随后便召集了所有的机械来开批斗大会 然后当众将王昭平和王帝鱼给除掉了 还让招信干掉了他们宫里的三个奴婢 铲除了刘去最宠爱的两个机械之后 招信总算松了一口气 但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害人 心里难免有些害怕 一个晚上他做了个噩梦 梦见王昭平他们到了阴间告了招信的状 说他残害无辜 招信醒来后把梦告诉了刘去 刘去冷笑一声说道 如果鬼可怕 那么只要做人更可怕就可以了 你看我怎么做 于是刘去顾忌重施 干起了老本行 他命人将王昭平他们五个人的遗体 全部挖了出来 然后一把大火烧成了灰 这般残忍无道的行径 一旦开了香盒 就难以收手了 特别是招信的狠毒 也逐渐开始暴露 不久 招信被策略为王后 刘去安分了一段时间 又开始寻花温柳 他开始宠爱陶望清这位美人 这又引起了招信的嫉妒 陶望清 出生年月和籍贯已不可考 史料记载 他果色天香 眉心目秀 亭亭玉丽 楚楚动人 漂亮地向仙女下凡 汉书上说 当时的刘去一眼就看中了陶望清 将他强举为非 由于他年轻漂亮 一态万千 刘去对他非常宠爱 刘去封陶望清 为修弥夫人 主管绸缎 而招信 见刘去宠爱陶望清 就经常在刘去面前 诋毁陶望清 招信对刘去说 陶望清 对我不尊重 毫无礼貌 衣服穿的也比我漂亮 而且经常把高贵的绸缎 赏赐给工人 刘去说 你说陶望清的坏话没有用 不能减少我对他的宠爱 除非他跟野男人搞到一起 一语提醒梦中人 招信从此开始改变手段 着重从感情上入手 搞掉陶望清 而陶望清呢 恰好又喜欢自我欣赏 喜欢画像 而且还找人给自己画人体像 主动受人仪饼 最终惹了迷天大祸 祸其裸化 在一个初夏的日子里 阳光明媚 阴歌艳舞 垂柳依依 陶望清找来一名画工 在卧室里偷偷宽衣解带 浸露美妙动体 手里云鬓 焦花照水 欲望相塞 千焦百昧 摆好pose 让对方为自己画了一幅人体像 以供自己平日里欣赏 很快 这件事就被王后招信知道了 他抓住了大好机会 不断在流去面前 诬告陶望清 先前 画工到陶望清住处给他画像 陶望清惨露着身体 靠着他擦粉线味 娇喘微微 陶望清还多次出入男书房 去偷看那年轻俊美的郎历 我怀疑他们之间有不正当的感情 男人最怕戴绿帽子 刘去更是 对于招信的诬告 他信以为真了 对陶望清先生厌恶之心 从此不再宠爱和联系他 有一次 刘去与王后招信 摄宴对饮 陶望清等小老婆们在旁侍奉 刘去看着陶望清心里不舒服 就唱了几句 卑尊张 朴以乎 谋去奇异 起自觉 行舟流 自生患 两妃忘 今谁愿 意思是 你背双了张法 像残花一样飘飘荡荡 你真奇怪 如此逞能逞强 自取灭亡 这都是你自投罗网 当初是何等恩爱 如今你还有什么希望呢 刘去一面唱 一面还让小老婆们跟着唱 说吧 刘去板着脸说 我唱的这个人就在你们之中 有人心里有数 包括陶望清在内 虽然恐惧 但都不知道指的是谁 只有王后招信 知道指的是陶望清 惨过人质 事后 招信又火上浇油 向刘去提供秘密情报说 陶望清 常去禁卫关的小官职宿舍 对哪张床上睡的是谁 连姓名都知道 又说 王公禁卫关司令 锦辈跟他眉来眼去 两个人可能是床上关系 刘去一听 咆哮如雷 马上和招信 率领小老婆们 一起到陶望清住屋 把他浑身脱光 先是一顿毒打 又下令其他机械 各用烧红的铁条 对陶望清施加酷刑 陶望清哀嚎逃命 一心求死 招信马上救出 救出不是饶了他 而是要让他受更大的苦 这个丧心病狂的王后 竟然让人将陶望清 扔到一口大锅中 用温水烹煮 还逼着其他妃嫔 在旁边围观 一天一夜 一位千娇百妹的美女 就这样没了 最后 招信又把同事姬切的 陶望清妹妹 陶都残害 一对姐妹花 同时丧生 从那以后 宫中 再也没有人敢与王后争宠 同事西汉 比起一代汉后吕智 对刘邦的宠击 欺负人实施的人质暴行 陶望清的遭遇 则更加悲惨 后人之所以公认 陶望清 为古代第一女裸模 是因为 汉代开始 出现大量的人体艺术绘画 加上陶望清 是王的爱鸡 又因化人体相 而惨遭毒手 影响巨大 才如此达成共识 俗话说 密封伟上针 最毒妇人心 一个女人 要是极度成狂 就会不择手段 后果也就不堪设想 据史料记载 刘去的众多急切中 因王后招信的极度 被陷害而亡的 多达十四人 后来 刘去的恶行被告发 被剥去王爵 流放上庸 刘去在途中 自己结束了生命 招信被弃弃 其封国也被废除 陪葬是自古就有的 一种习俗 对于上层的 统治者们来说 生前所拥有的东西 死后自然也是属于他们的 为了在死后 也能过上如生前一般 奢华享乐的富贵生活 中国古代 向来讲究 誓死如世生 所以盗挖古墓 也一直都是一些人 想要发横财的第一选择 然而事实上 能够被用来陪葬的 可不只是 数不胜数的贵重物品 还包括人 这就叫做活人殉葬 殉葬是极其残忍的 殉葬者通常是死者的奴仆 妻妾 臣子等 因为在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眼里 殉葬者只是他们的财产 当自己要离开人世的时候 他们会选择 他们会选择将这些财富一并带走 不会考虑他们的看法 直到明英宗时 活人殉葬的制度才被废除 而在此之前 因殉葬而死去的人不计其数 尤其在奴隶制社会时期 殉葬则更为流行 2007年 在江西的一个小县城里 就发现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古墓 墓室刚一打开 就震惊了所有考古人员 里面密密麻麻 摆放了47口棺材 在以往的古代墓穴中 多数都是夫妻合葬 如果还有其他殉葬的人 殉葬者是不拥有棺木的 而是把尸体直接放在墓室里 这座大墓的葬事完全不合理仪 随后还有一个更蹊跷的发现 打开棺材之后 发现里面都是没穿衣服的少女 这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大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东周大墓 事情还要从2006年说起 当时江西省文物局接到消息 宜春市发生盗墓案件 要求他们过去处理 负责人过去的时候 本来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以为只是明清时期的小墓葬 没有多大的价值 但是等他们仔细研究土层后发现 这根本不是什么明清时期的小墓 而是春秋时期的大墓 这个墓穴是江西首个这么大规模的墓穴 这件事情直接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2007年 对于这个墓穴的挖掘工作正式展开 经过多方查证 专家们终于对这个墓穴下手了 当土层慢慢被清理 人们发现了被包裹的棺木 经过清典 人们发现这里一共有46具棺木 这是国内首次发现 同一墓穴中埋葬这么多人 但是人们一直有个疑问 主棺在哪里 经过考古人员的一番寻找 终于在最接近墓道口的地方 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座墓的主棺 一开始考古人员并不认为这具棺木会是主棺 因为但凡主棺一般都会在中心位置 或是在一个极其突出的位置 而这具棺木竟然在墓道口 实在是不符合制度 然而随着对这具棺木的进一步发掘 种种迹象表明 这的确是主棺 第一 虽然已经腐蚀了一大半 但是还能找到这座棺材的棺果 所谓果就是棺材外面套的大棺材 在中国古代是有严格的丧葬制度的 天子四重棺果 诸侯三重 大夫两重 这个主棺有两重果 怎么说这也是大夫往上级别的 第二 在这个棺果的外面 发现了一件极为重要的文物 是代表家族徽章的金箔赞盘 这是目前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金器事物 直径达到了30厘米 表面用赞刻技法装饰出三圈动物纹饰 外圈是双层陶制的装饰品 上面刻有美丽的云雷纹饰 一出土 这个金箔赞盘就已经被定为国宝级的文物 拥有这个赞盘的可不是一般人 身份非常的尊贵 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墓处处透露古怪 从墓的规模 出土的金箔赞盘和棺果来看 墓主人是个大贵族 但是这个墓内的文物又很寒酸 出土的文物很少 一共只有600余件 其中还有一半是丝制品 主棺也并非摆在墓室的中央 而是先把其他的棺材摆在了里面 最后才把主棺摆在了门口 这更是完全不合理 最奇怪的 当然还是一开始的问题 一个墓里放这么多棺材干什么呢 为了解开这些谜题 工作人员对这个墓穴进行清理 有22具遗骸保存的还比较完整 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 骨头上没有伤痕 并且这些陪葬的都是女性 而且很夸张的是 这些遗骸身边没有衣物组织成分 只是用竹席包裹着安葬 这是什么情况 考古专家在很多棺木内发现了香瓜籽 这说明他们都是在夏季死亡的 如此众多的少女死于同一时间 葬于同一地点 基本可以断定是殉葬了 同时考古专家在一些棺木中发现了少量氢瓷器 经检测都是烧制于东周时期的原始词 这说明静安大墓是东周时期的墓葬 和1979年出土的徐国青铜器 基本是同一时期 那么这些殉葬的年轻女子 是徐国国君的姬妾吗 首先从出土文物数量来说 不太可能 静安大墓共出土了650余件文物 包括瓷器 木器 竹器 漆器 丝织品 玉器 小件青铜器 一件金器 以及置地普通的小铜顶 没有大型礼器 作为一个国君机械的墓葬 似乎太寒酸了 静安大墓之前似乎就被盗过 是不是珍贵文物都被盗走了 这倒也不一定 这个主观的棺和果之间间隔很小 只有10厘米左右 这点距离很难放进去大型的青铜锂器 也就是说 这个墓葬在最初 就没打算放进去多少陪葬品 而且就从这些少女下葬时 没穿衣服这件事来看 他们的地位应该不高 随着清理工作的继续 棺木中的陪葬品 被逐一清理出来 陪葬品里有大量纺织工具 包括纺轮和刮痧刀具等 多数人得出一个结论 这些应该是他们的劳动工具 也就是说 他们很可能是纺织女工 至于主观里的那个人 可能是为徐国国君 管理纺织作坊的官吏 我们可以想象 在2500年前 徐国某任国君在临死前 要求为他制作衣物的纺织工人殉葬 好让他死后 在另一个世界 仍能继续享受华美的服饰 于是 手下人带着有毒的瓜果 让纺织姑娘们吃下 毒死他们后 把他们安葬在了这里 在清理仪谷时 考古工作者在一些尸骨上 发现了似乎是玉石的东西 起初他们以为是随葬品 后来才发现 这是骨头上长出来的结晶物质 这些碧绿的结晶 像花朵一样 绽放在乌黑的骨头上 显得异常诡异 刚出土的结晶 晶莹透亮 在光照下 折射出璀璨的光芒 可是几天过后 就暗淡无光了 同时 部分棺木中 坚硬的骨骼已经消失 但却留下了 似乎是大脑的软组织 国家文物局的专家 对出土的软组织 进行了鉴定 认为这个软组织 具有人脑所有解剖学特征 脑体勾回清晰可见 确定是人类的大脑组织 这是在南方酸性土壤中 首次发现 专家推测 绿色晶体的形成 以及这些脑组织 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 和木葬的特点有很大关系 整座木葬底部 有防水不透气的清高泥 棺木放入后 上面又铺上了一层清高泥 然后是一层红土层 经过了夯食 火烧 成了一个致密的硬壳 紧紧地包裹着棺木 棺木内本身空间狭小 细菌还没有分解大脑组织 就已经把氧气耗尽了 所以腐败过程放缓了下来 人脑的成分主要是蛋白质 含酸性的地下水 只能对骨骼造成破坏 却对人脑没有太大影响 尽管多数人认为 静安大墓里埋葬的是纺织女工 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首先 这里面有五个人 下葬时穿着华丽的衣服 似乎不是纺织女工 这个等级的人可以使用的 其次 用纺织工具随葬 可能是南方月人群体的普遍习俗 1978年发掘的江西省龙虎山月人崖墓 就发现有作为陪葬品的纺织工具 湖南地区的月人墓也有这种现象 先秦人用纺织工具随葬 可能是对残桑的崇拜 并不能说明他们都是纺织工人 但是考古工作者也得出了一致结论 那就是静安大墓并不是徐国国君的墓 只是他的一座陪葬墓 至于徐国国君的墓葬在哪里 谁也说不上 考古工作者在静安大墓周边进行了勘查 至今也没有找到 不过他们仍然相信 这座墓葬一定存在 它可能就在不远处的某个小山包下 等着未来有一天 我们能发现它 找到答案